我去让它过去 来不及 从头喜欢你 白影缠绕着蓝天 老板 你念一下 这样子玩了选择题 这次来玩笨答题 可以 凸是一种什么病 啥 凸是一种什么病 凸是一种什么病 疾病 眉毛病 为什么 眉毛 眉毛 用什么擦地最干净 拖把 用力 一个人在树上唱rap 打一个字 一个人在树上 不知道 三 为什么 因为又又又在树上面 蛙蛙 为什么善变 因为 它跟兔子一起玩 R 为什么 因为 嫦娥 Change 什么你再说一遍 英文的Change Change 跟嫦娥有什么关系 因为偏发音 C-H-A-N-G 这太无聊了 然后呢 哪个字永远写不好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嫦娥 C-H-A-N-G 哇 可以这个可以 什么什么再来 哪个字永远写不好 不知道 坏字 为什么 因为你怎么写都会坏 巧克力和蛋蛋 为什么巧克力赢了 巧克力酱 烙热巧克力爆 巧克力和蛋蛋蛋 为什么巧克力又赢了 巧克力棒 因为巧克力棒棒 巧克力棒棒 巧克力棒棒这个我没觉得到 什么意思 棒棒 为什么 巧克力棒棒 巧克力和蛋蛋蛋蛋啊 为什么蛋蛋蛋会输呢 因为巧克力棒棒啊 是因为鸡蛋酥 鸡蛋酥吗 为什么鸡蛋酥呢 鸡蛋酥 鸡蛋酥 酥酥 我知道 我知道是谐音 但是鸡蛋酥是个东西是吗 对啊 是的 世界上最次有同情性的动漫人物是谁 机器猫 为什么 因为他老帮助大熊 鸡蛋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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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总像人伸出元首 世界上最黑的动漫人物是谁 黑猫警长 不 还是个黑猫 为什么 因为他伸手不见骨子 感谢你在十一点的深夜 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快乐 掌声送给你 谢谢 希望皮肚前的大家也能收获这份快乐 铅笔姓什么 算不上 哈哈哈哈 姓肖 又叫肖铅笔 唉 收获这份快乐 然后带着 带着浓浓的欢笑 然后沉沉的睡去 我来 这项 货 谁 很窄 五